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实施战备巡航的举动 连日来仍在岛内持续发酵 有台媒报道称 解放军殲-11战机一度开启火控雷达 锁定台军F-16战机 台军对此先是否认后又承认的态度 引发各界关注 台湾清律的自由电子报18号称 台高层官员18号证实 10号当天解放军的殲-11战机除了越过海峡中线外 还曾一度开启机上的对应系统锁定台军F-16战机 属近距离的亮枪挑衅意味 若是在远距离就锁定台战机 这样的军事危险冲突性更高 幸好当天并未出现这种情形 自由时报声称锁定意味着随时可能开火 也是即将开战的前兆 这是非比寻常的举动 可以视为是高度敌意的挑衅 文章称被锁定的台战机稍有不慎 很容易擦枪走火 对于上述报道台防务部门表示 没有评论 台空军18号否认称 当天拦截过程中没有这个信息 不过自由时报19号援引相关官员的话称 台湾军方也突然改口称该信息无误 承认有歼-11战机锁定F-16仪式 台海军官校军事学科部前教官吕理师 19号还撰文称 解放军跨越海峡中线 并以火控雷达锁定监控的F-16战机之举 其目的当然不是意图攻击 而是以比贺阻更具攻击性的强迫性战略 对我进行威慑 台湾中国时报19号发表社论称 过去一周台海周边颇不宁静 2月9号和10号 解放军东部战区连续举行海空实战演练 紧接着美军B-52轰炸机和1-3侦察机等 频频现身太空域 2020年的台海局势与两岸关系 正朝一场完美风暴的方向演变 文章认为从现有情势看 民进党胜选 陆美在台海军事较量常态化 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 使两岸关系受到严重冲击 都可以视为可能促成台海完美风暴的潜在因素 社论最后提醒蔡英文当局要警醒 否则如果台海完美风暴真的形成 无疑是令人心痛的 对于解放军的连续军事行动 大陆国台办日前回应称 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近来不断发表分立言论 摆出加大两岸对抗的姿态 加紧策划台美共联新动作 借机谋独 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行动 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维护两岸同胞的共同性